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半导体行业在前两年遭遇晶片短缺,包括台积电、三星、联电、格罗芳德等在内的晶圆代工巨头,产能满载,一片难求。 甚至还进行了几轮涨价,即便如此,还是相拨拨。 然而,事况变化来得也是快,晶圆代工降温频线。 前不久就已有消息称,台积电的6奈米、7奈米工艺产能利用率已经跌到不足50%。 据DJ Times在11月底报道,预计明年上半年,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将跌至80%左右, 其中6奈米、7奈米的闲置率进一步扩大,更先进的4奈米、5奈米也将从明年1月份开始出现不满载的罕见状况。 除了多家行业厂商结合供需关系进行的调整,宏观经济的低迷似乎也是原因之一。 一些观点认为,目前经济周期运行到低点,几乎没有几家企业能够独善其身。 台积电三季度财报显示,5奈米与4奈米、7奈米与6奈米是公司前两大销售业务来源,合计贡献了超过50%的营收。 产业逆风期间,晶圆代工大厂仍加强布局先进制程节点,晶圆代工在1奈米的肉搏站成焦点。 业界分析,对台积电三星晶圆代工而言,7奈米是成熟制程,已将3奈米乃至更先进制程的投资作为竞争力焦点。 3奈米后的1奈米投资前哨站已开打,台积电三星即使面临半导体试矿短期调整。 2023年资本支出仍不低于近年。 三星电子旗下晶圆代工事业部日前特别发出新闻谈1奈米进度,强调2027年最先进技术1.4奈米将导入量产。 三星相关先进制程投资全数集中,难寒。 对手每次点名,业界就联想到台积电。 分析师指出,台积电从未释出官方1奈米量产时间表。 1奈米制程节点产能何时开出成为焦点? 业界预测,按照各大厂目前3奈米与2奈米量产时间表与产业发展来看, 推测最快可能在2027年试产,2028年量产。 台积电应不落人后,且仍持续在台湾本地投资。 全球各大晶圆代工厂都积极布局更先进的制程投资, 台积电总裁为这家多次试出台积电3奈米今年底在台湾量产, 2奈米2025年量产,且保持领先优势。 但没有公布2奈米以下,更先进制程量产时间表。 相关大厂应对下世代制程主要投资, 在半导体及紫外光EUV设备机台, 也使独家供应商艾斯摩尔夏世代EUV设备已标上新添加。 外界关注台积电,以奈米跟流台湾议题, 台积电日前重申先前说法, 只会继续在台湾投资先进制程,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, 持续评估在台适合半导体建厂用地。 这意味着,这家台湾半导体大厂台积电, 将持续深耕台湾,全面扩大北中南布局, 在新竹、竹南、台中、台南及高雄等地都有新建厂计划。 据台积电规划, 位于南科的晶圆5-18厂57-97厂房, 将是3奈米生产基地。 未来随着3奈米比重攀升, 加击目前主力的5奈米制程, 南科将成为台积电的营运重镇。 为取得北中南平衡发展, 台积电计划在竹科宝山用地第二期, 扩建计划中设置2奈米厂晶圆5-20厂, 目前已展开整地作业, 2奈米预计2025年量产。 若竹科用地不足, 台积电将在台中扩建2奈米产能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, 先前就曾带领晶圆厂营运副总经理、 厂务副总经理等多名高阶主管, 败回台中市政府,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。 台积电当时回应台中市场区所在地, 魏哲家是离貌性败回, 不过业界研判应与扩建2奈米厂有关。 对此,台湾经济部日前已表态, 若厂商有意愿在台湾投资最先进制程, 政府当然支持, 也会就水电、土地与其他部会合作, 做好后续准备。 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史荣金, 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表示, 台积电1奈米新厂将落脚桃源龙潭, 台积电大本营在新竹科学园区, 若真的想要超前部署台湾, 半导体先进制程, 就近选择龙潭科学园区是最理想之处, 并将为桃源带来上万个就业机会, 进而带动桃源整个地方经济发展。 台湾行政院日前宣布, 启动龙潭科学园区三期计划, 业界传出台积电将到此地设1奈米厂。 该副院长表示, 目前台积电全台湾北中南都有设厂, 但新竹才是台积电的研发中心大本营, 而1奈米这种先进制程技术就必须靠研发基地近一点, 因此, 桃源龙潭科学园区会是最好的选择。 为因应台积电将来制程推进至1奈米时的扩敞需求, 政府启动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计划, 并针对水、电进行准备, 建置变电站、线路与污水下水道等设施。 该副院长说, 目前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是3奈米, 如果要往1奈米前进, 就更需要加快速度推进, 超前部署让世界继续需要台湾的先进技术。 1奈米的研发制程不仅仅是半导体的重要关键技术, 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, 要在国际关键地位站稳脚步的武器之一, 因此必须要超前部署。 这点早在一年多前, 地方政府就已经着手努力, 积极地与中央沟通, 促成龙潭科学园区三期计划的加速推动。 该副院长说, 未来台积电1奈米厂设在龙潭, 北起桃源龙潭, 经过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, 这样整个半导体聚落就可以完整串联起来, 让台湾西部拥有一个完整半导体科技狼带, 预估未来台积电1奈米厂, 也能为龙潭当地带来上万个年薪百万的工程师就业机会。 此外, 该副院长也说, 台积电建厂增加的不仅是工作机会, 以台南科学园区的3奈米厂实力来看, 台南善化原是个乡下地方, 台积电进驻后, 当地的联潭礼亦据成为台南最富有的礼, 居民平均年所得达168万元, 每月人口成长超过1%, 人口比例由青壮年最多, 是全台南最年轻, 生育率最高的礼, 由此可以预估, 若1奈米厂进驻龙潭势壁, 也将为该地区带来繁荣的经济发展。 该副院长强调, 中央政策, 地方配合这样的做法, 是最能够推动产业发展, 最佳的不变真理, 这也是他自己50年来观察各项重大投资案后所得到的关键因素。 除了冲刺先进制程技术, 台积电还在高雄建制晶圆Five22厂, 其中28奈米制程厂区已开始动工, 预计2024年量产, 但因短期需求趋缓影响, 7奈米制程厂区建厂失程暂时延后。 此外, 台积电还在竹南打造第一座3D Fabric全自动化工厂, 将先进测试及SOIC和INFO与QoS等先进封装技术, 运作整合在一起。 202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SOIC生产, 预计2023年开始3D Fabric全面运作。 为因应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新的竞争压力, 台湾行政院预计会通过, 有台湾版晶片法案支撑的产业创新条例第十条之二草案, 将企业前瞻研发费用抵减营锁税, 抵减率提高至25%, 先进制程设备投敌, 当年度设备支出抵减营锁税5%, 鼓励台积电等龙头晶片企业, 在台从事最先进研发, 先进设备采用及使用, 奠定台湾在未来半导体竞争基础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,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